侯天宇,你有没有发现,高个子的人都喜欢烫着水过河,而矮个子都喜欢游着过河,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矮个子腿短啊 不对,因为矮拉富游啊 我去,周大明星这是在跟我表白吗?可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呀 那个,我突然想起我还有外卖没送,先走了,拜拜 哎,跑这么快,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我去,那不是大明星周景吗? 别以为戴上口罩我就不认识你了,这身材这气质,不愧是我夜夜思念的女神啊 她今天居然没带保镖,这个时候如果我冲上去抱住她,再说我认错人了,那不就白白占了个大便宜 我真是个天才,我的情情大美女,我来了 哎呦,谁特么踢我,好痛啊 这个变态,你刚才想对她做什么? 我靠,难道我的意图被她发现了?她要是抱寻补说我耍流氓,那我不完蛋了 咦,有了,臭小子,我抱我老婆不行吗? 你瞎说什么呢?谁是你老婆? 你就是我老婆,老婆,你还不快来扶我,我都被这外卖老踢成这样了 天宇,我看这人八成是个变态,我们抱寻补吧 好 哎呀,真是没天理了啊,这女的是我老婆,我正想问下她和这个外卖老的干嘛 这外卖老就把我给打成这样,大家都给我评评理啊 天哪,这个外卖小哥长这么帅,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人 我去,这个男的也太惨了吧,老婆被抢了,还被揍成这样 哇,这女的好漂亮啊,不过她怎么看起来这么像一个女明星啊 叫什么来着,一下想不起来了 哥们,你也别太难过了,你长这样虽然不是你的错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找这么漂亮的老婆 你妈,我都这样了,你特别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你还是人吗你 兄弟,要不要我们帮你抱寻补 不用了,这些女人我也不想要了 但是外卖老婆把我打成这样,我要她赔我医药费 对对对,让她赔医药费 何止是医药费啊,最重要的还有精神损失费,物工费,营养费 对对对,不陪不让他们走,大家听我说,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你别说话,小心暴露 大家听我说,这个人就是碰瓷的,他当时突然跑过来准备抱我女朋友 还好我及时把他踹开了 听见了吗,大家听见了吧,他亲口承认把我踹地上了 我跑过去抱我老婆有错吗 是啊,外卖小哥,人家抱自己老婆怎么了 反倒是你,硬说人家老婆是你女朋友 对啊对啊,你这外卖小哥看起来人模人样的,没想到心肠这么坏 你们别被他蒙骗了,不信的话去掉监控,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喂,外卖老你过来 干嘛 小子,实相的话就皮点钱我得了 你想的没 劝你想清楚再拒绝我,否则我可要大声喊他是大明星周情了 我还可要说我是大明星周情的老公,你勾搭他被我发现然后把我打成这样 你这个人渣,这种不要脸的事你也做得出来 嘿嘿,我只屠材而已,不然的话我这么一闹,那大明星周情的名声可就要臭了 虽然我是捏造的,但这种事情一旦上了约新闻 你觉得最后就算是澄清了,那周大明星的未来 呵呵,你看着办吧 哼,算你狠,你想要多少 不多,也就二十万 好,我扫你 你已到账,二十万元 哦,得嘞,谢谢老板,谢谢大家了 这外卖佬已经赔我钱了,大家都散了吧 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天宇,你干嘛要给他钱呢 这个待会再说,我们赶紧走吧 嗯,好吧 周情大明星,你就这么着急走啊 你,你怎么知道是我 那当然,我可是你提感粉丝啊 超爱你的那种,我有一个愿望,你得帮我实现 你这个人渣,钱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 简单,我就想拥抱一下周情,并且还要亲他一下 你无耻 你是皮咬吗 如果你们不答应,那我只好大声喊周情是我老婆,并大肆渲染你们的关系,还仰言你们打了我,那不知道结局会变得怎样呢 闭上你的臭嘴 既然你偏要犯贱,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等一下,我们商量下 OK 天宇,你该不会真的让他 放心,我有办法 各位高富帅们 我在华海公园月老湖这里,被一个碰瓷党给额上了 现在不是钱和武力能解决的了 每位有办法,帮帮忙,我侯天宇先谢过了 我去,没想到神豪侯总也有摆不平的事啊 你开什么玩笑呢 侯总肯定是不方便在公开场合动手啊 你这还不明白,有时候强龙也压不过地头蛇啊 确实确实,每个片区的混混,就应该由每个片区的老大去教训 对对对,华海公园那片是哪位公子的地盘啊 我的,我靠,是哪个不长眼的混蛋玩意 在我的地盘居然敢讹诈侯总,看小爷我怎么盘你 侯总,兄弟我就在你附近,我马上到 好的张少,谢了 哎,商量好了没,爷爷我已经等不及了 是谁在我的地盘闹事啊 我去,张少,您,您怎么来了 依马,你在我地盘闹事,我特不能不来吗 侯总,让您受惊了,这位是 周晴 哦,明白了,我全明白了 侯总您放心,您二位先走,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好的,谢了 周晴,我们走吧 真的没事了吗 放心,张少会处理好的 嗯,好的 这个侯天宇,表面上虽然婉拒了我的表白 实际上还是很关心我的吗 嘿嘿,看来我还是很有希望的 来啊,把这兔崽子 嗯? 张少饶命啊 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我把这二十万都还给外卖小哥 你就饶了我吧 什么?你还敢鹅猴哥二十万 你吃了熊心豹子打了吗 我错了 我真不知道这外面小哥居然是大人物啊 否则给我十个男我也不敢啊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带走 不要啊 啊 啊